12月10日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一艘公务船和一艘运船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由那扎5月1号艇无视我方多次严正警告 以不专业危险方式突然转向 物意冲撞中国海警21556 导致发生刮蹭责任完全在飞方 这菲律宾先碰瓷啊 见到中国船居然敢往上撞 今天这件事已经炸锅了 摆上碰瓷 当然蓄意为之啊 所以老百姓第一反应是应该教训对不对 但是这情况比较复杂 如果他说我不是意外的呀 他跟你解释12345678说成意外寡蹭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再教训呢 还有如果他蓄意为之 就是要激怒你 就是要引发一场海上的冲突 而且这个冲突后边呢 是好子拉目前大头在后边 美国人支持在这个地方有阴谋布局 请问我们要不要教训他 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就是说你怎么才能够让一个教训 使他有成前逼后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背后却有美国人指使 柴狼当道安问狐狸 还有柴狼和狐狸 他们的责任究竟怎么区分呀 这事想起来挺复杂 对不对 所以一排脑袋我们的愤怒 必须让位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理性的 这种分析和思考 今天2023年的12月10号 就是今天早上六点钟的事 第二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一艘公布船和一艘运捕船 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 非法闯入中国南海群岛仁爱礁临近的海域 那中国海警当然依法对菲律宾的船只实行管制措施 今天早上六点三十九分的时候 菲律宾有一个号叫尤纳扎五月一号艇 无视 我海警多次严正警告 违反海上有个东西叫做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这时候我是看了句新闻才知道 他违反这个规则 就是不专业 危险的方式 突然转向 故意冲撞 我正在执法航行的海警 21556艇 导致发生挂蹭 那这责任是谁 当然完全在飞方 所以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 说飞船只在向非法坐摊军舰运送物资的过程当中 以不安全不专业的方式执意冲撞 严重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中国海警一法一规 对菲律宾的船只进行了规制 主来菲律宾的海警船 抵禁查证 这个现场操作 我们是非常专业的 非常规范的 正当合法的 所以我们正告菲律宾方面 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中国海警表示说将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维权制法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 这件事看起来是个小事 是吧 但是这事没那么简单 有三道思考题 第一道思考题 如果惩罚它 你说这个是叫打狗看主人呢 还是看着主人打狗啊 还是看着主人打狗啊 有人脑子是打呼隆 觉得差不多 我告诉你 打狗看主人和看着主人打狗完全两回事 大相径庭 第二个思考题 在中国国家外交全局的思考上 这个思考全局 你是说现在就打 还是忍忍在打 他碰瓷 这碰瓷 我们就打 还是碰瓷碰到一定量 从量边到质边 我们找个机会再打 第三个思考题 你说咱们是打这个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啊 打得他长记性啊 打得他20年之内 自己不能起来生活做饭 上厕所自己不行 还是咱这次就意思意思 同时让他看到 我军严阵以待 如果你再尽招 再尽招就出狠手 这些事情都需要仔细的点量 网友朋友关键这件事 你们有什么思考 欢迎留言 感谢收看 再见